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时尚样板的人 就是她在我心目当中 而且呢大琪我每次见到她 我就觉得我不管怎么打扮都没用的 她简直就是 你看 她就属于不用打扮的那种人 她老是特别会穿 你说这真没辙 你看她胸脯 我穿什么了 我也就穿个黑T恤而已 人家啥也没穿 我觉得是你要纠正你的心态 我理解时尚的男人呢 穿的这个圆岭衫啊 就不是到这儿的 而是露出乳胸的 你看她 你看多时尚 你们这个节目有尺度问题吗 没有尺度 你扒到这儿都行 你看我们没有尺度 给大家看看 大琪 大琪这是什么意思 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多时尚啊 其实 没有 其实这个刺青跟今天的主题 还有点关系 就洗不掉的吗 这是刺上去的 真刺 OK 我认真的说 其实这是我的一个理念 因为作为一个造型师 然后间接的 我鼓励了消费这个行为 可是我越来越 不认同消费这个行为 因为在消费之中 让我们不再珍惜 这个是一直 我非常后悔 在做的一件事情 当你拥有一百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已经忘记了 你曾经第一个拥有它时候的 那个珍惜感 其实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 如何去珍惜 你知道我们大家少一点消费 我们多一点点珍惜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期许 所以说好 那既然我 因为我在做的一个 跟时尚流行有关的一个事情 鼓励了大家去做这么多消费 但这个不是我的本意 所以我在身上赐了一个 是我永远脱不下来的东西 它会跟着我一辈子 它不管流不流行 我都要认同它 不管它是好是坏 或者是任何有不同的眼光价值观来看它 我都要去保护好它 因为它是属于我的 我要珍惜它 我觉得大齐这个理论呢 我相信它的十几年龄 一定比它的外貌要多很多 多一倍 不止 没有 绝对有 这也是我羡慕大齐的另一个地方 你就是说你看看到它 它永远都跟刘德华似的 所以说跟刘德华 没有 没有 你大概是第八十个 他们都说它长得有点像刘德华 你不觉得吗 不觉得 我觉得它比较像李大齐 是吗 我觉得他刚才提倡的这个东西呢 我真的是与我心有戚戚焉 我还记得我刚刚出道当模特儿的时候 那个为了要买一双自己心仪的鞋子 为了买了一个包 那种兴奋 那种期待 那种迫切 等到你满柜子都是鞋子的时候 然后你忽然他原来这双鞋还在那里 那可能是12年前买的鞋子 你已经12年没有穿过它了 但是你也舍不得扔掉它 但是你对他心里的那种 那种悸动跟兴奋的感觉 远远不如下一双鞋 对 你问到最后到一定岁数 就觉得有点白花钱了 真是浪费 这一辈子买过多少件衣服 流水一样这么滚 所以说你看 他这意思就是 我给肉上弄一件不变的衣服 是的 其实就是一直在提醒 你觉得你把肉给绣满才行 没有 另外一个我没有办法去抛弃它的是 因为上面刺的是爷爷的名字 刺的是爸爸的名字 你们家什么文字 我看不出是名字 这个NIN1是9 我爷爷叫李孟9 他曾经梦到了神仙给了他9岁 多给了他9岁的年龄 所以他就改了名字叫孟9 所以我把爷爷的名字写在上面 那我爸爸叫智善 他的英文名字是Sam 所以我就把爸爸的名字也写在上面了 那这里面是Philis是我妈妈 其实这个是几年前 我爸曾经 这是一个孝子的图腾 我再砸点狗血 因为是我爸那年中风 我整个人就崩溃了 你知道因为 但他现在没事了 在一个心理状态之下 我想把家人永远摆在身上去扛起他们一辈子 我就把最亲近的妈妈的名字是最靠近心脏的 我手永远是这个样子的状况 所以就一直是妈妈在身上这样子 哎呦 而且还刺在一个最痛的地方 哎呦 我真的是真的是 其实这也是意外一个 其实我其实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 因为刺青往往在一个道德价值观念里面 认为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透过一个是一个好的意念去做一个这样子 在道德价值观上 就是说 为什么你要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不能这样子去评论人 对这个是我想表达另外一个意念 像有些人会认为有文身的人 他们还是会有一些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不太正确 还是说不太正经 是的 我在日本去洗温泉就被拒绝在外啊 因为日本是都有那种 是吗 对对对 当时说有刺青的人是不准入内的 我就被拒绝过 因为实际上有刺青 没办法 但是你要告诉他是什么意思 他会哭的 我们应该没那个时间去跟他们解释 哎呦 但是你除了那个爸爸妈妈跟爷爷还有 我看到还有给M 你这边其实还有 还有其他的名单在上面吗 还有身上没有露出来的地方吗 A是他 是大齐的大 这是我爷爷帮我取的中文名字 M是我父亲帮我取的英文名字 所以这些字母是 其实它是一个世世代代的传承 就是爷爷 爸爸跟我 而造成了这个家庭 那我一辈子都是在自己身上 那我要尊重自己 其实是代表 你知道珍惜我父母亲 我爷爷给我的 哎呦 这是慎中追远啊 这是了不起啊 别这样别这样 人爸爸还在呢 小公追远啊 好 我还没听懂这个 谢谢 胚 对 大齐真是个这个孝子 而且这个我觉得它实现了一种用时尚来表达自己 这个段位就不一样了 你老实说你们两个都是时尚 那肯定都是专家了 我跟时尚已经没有关系很多年了 我从来就没有关系 而且我觉得我曾经 他们老有杂志采访什么 问我什么时尚是什么 我过去曾经有一个答案 就是说 我说这个时尚 本来应该是跟别人不一样 对吗 但是事实上 它又好像常常意味着 是跟别人一样 比如说今年时尚什么 穿什么 但是我以前的答案 现在被我的实际经验推翻了 我现在很挫折 你知道为什么我老喜欢攀附大棋 大棋是我在 怎么个攀附法 你们知道 因为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本来穿衣服平常乱七八糟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主持人 你难免要上台 你总得有买两身西装之类的 你知道我就白花钱的 这讨厌的 就是我发现我跟不上你们 这就是说 比如说我就说我买一个哈 我比较爱舒服 我也胖了点 我说我买肥裤子 对吧 买个肥裤子买个西装 后来你主持完一个活动 正好有你们时装设计师参加 完了之后人家就跟我讲 说当然你这个穿的是很好看 但是你本来就不高 是吧 你穿那个裤子那么肥 显得腿更短 而且又说 今年不流行肥脚裤了 你看都是瘦腿裤 说你得去买瘦腿裤 要不然走在台上 人家大家觉得就说你这个太凹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认为他可能看到台上的我 他心里就在觉得这是个老杆子 所以我又去买 讨厌的大气你知道吗 我非常不认同这个说法 那你赶快给我开导开导 我非常非常不认同 所有东西是以一个流行的角度 时尚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事情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穿呢 我觉得就是穿你想要的 穿你舒服的 穿你现在拥有的就行了 干嘛为了要去赶时尚 再去多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时尚没有关系 跟你心里的欲望 这句话讲的太对了 这句话就是你心里的欲望 这个跟时尚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我欲望想干嘛呢 你的欲望其实你就是斗爱买 你就是想买而已 你永远都觉得不够好 我最烦这个买东西 你知道吗 对我来说是个很很烦人的事情 一年要花出一点时间去挑掉 而且我这个人有选择障碍 你知道吗 一买都痛苦啊 我在台湾买双鞋 三天去了三次那个鞋店 我就决定不下来 你这很痛苦的事情 这个还是留给专家吧 留给专家 我先去一下广告 然后专家讲讲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你说我是斗爱买啊 我跟你说 我现在不算最火的 在这个买界里 现在又出来了 我给你看看他们那个照片 有个叫什么呢 副县长的女儿 哪个副啊 是副有的副还是 好像说有个微博叫小兮兮什么的 你看说左边一个爱马仕 右边一个LV还是左边一个LV 右边一个爱马仕 这是一款对吗 你再看下边 这是很熟悉了 这是爱马仕 这是郭美美这一款 然后再看下边 他们说他们找着炫富 炫富门 这是球长也在炫富 你炫得过人球长吗 是吧黄金满身 这黄金多贵 咱就不说这个 当然这个副县长的女儿很紧张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有点过 就是一个人 有他买贵东西的权利 是吧 但是他是副县长的女儿 结果他爸包括这女儿 赶紧最新消息就出来说了 先说你们去查查 我发票都拿了 这是我在淘宝网上淘到的山寨的 不是真的是A货 说两个加起来也就花了200块钱 绝没有多少钱 爱马仕和LV 我说他这样 人家爱马仕的LV可以告他吗 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对的行为 是吧 但是为了证明 为了避免一个更大的不对 他现在要弄出一个小的不对 你知道吗 而且他爸爸说了 我女儿零花钱可没那么多 我们家穷穷穷穷穷穷 等于说 就别说我没炫富 这咱不聊这个 大琪我就问问啊 最近对你们时尚界的人是会关心吧 你看大家这个符号说谁谁谁炫富 往往都是拿一些时尚的品牌名牌来说 这个你有什么感触 其实OK 如果以一个专业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时尚这些品牌 第一它是有历史的 然后它一定是有一个定位在那边 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它是提供给什么样一种需求 比如说Calvin Klein是什么样子 LV是什么其实它都是有非常久的一个品牌历史 只不过是消费者误导了他的一个原始的精神的一个行为 然后变成是一个炫富的一个这样子状况出现了 哎你讲的这个让我想起啊 我的这个好朋友也等于是我的老师吧 这个刘丹你也认识刘大师 刘大师我们都在刘大师了不起的这个当代的画家啊 这刘我先说刘大师穿衣服 我就发现啊 哇他太会穿了 我要来讲 刘大师是我最近养的一位艺术家 他永远就是那么一件 但是他可能衣柜里一打开 一模一样的有50件在那里 没错 没错 实际上他这一件衬衫 他可能做了50件 他的这个外套可能做 所以他每天不费心了 因为他永远穿一样的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看着是挺好啊 因为是最适合他的 后来他就给我讲 要不开了我的智慧 他说清朝的时候人们就是穿一种衣服 对吗 没这个麻烦 天天就是长袍马挂 其实这就是人穿衣服 还是被人被衣服穿的区别 乔布斯也不是这样子吗 乔布斯不是永远都是一件黑色的 圆领的长袖的衣服 但是他每次一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研究 这什么品牌的 他袖子上面有什么变化 这只领子上面 可能有一个什么东西翻出来 然后这个又怎么怎么着 就是说他永远 其实你看到他永远是一个样子 但是像这种人 我就觉得他非常成功 因为他真的是不会被什么 所谓的该怎么样 裤子要肥一点窄一点 怎么样才叫时尚 在伤脑筋 哎呦 所以我是个老感啊 你知道这个 这个你就说这个裤子 我就那天我就腐筋追悉 因为我想他们说我这裤子不行 嗷了 又要买瘦腿的嘛 又要花钱 我就想我这辈子 就是为这个裤腿打转 我想这个我们最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是时髦穿军裤 解放军的那个裤子 小流氓都穿穿那个肥军裤 到后来开始实行喇叭裤 喇叭裤 我为了喇叭裤 险些自禁过 跟我父母决裂 要改裤脚嘛 就是我要改一尺宽的裤脚 我父母只同意给我改8寸 然后我就留下一封遗书 咋又不在你们的封建家庭待着 我就出去要自禁 当时是那样嘛 然后到后来现在又是又个当年 现在他今年说是流行穿的这个瘦腿裤 我们小时候叫鸡腿裤 嗯 你说你看这个老杆子 就一辈子就赶着你们 你说的对可能是一种欲望吧 大概觉得我们土 你们好像外国来的人 你们比较懂 那么我们就得跟着你们吗 我的浅见是这样 其实所有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行为 其实只是在 是一种欠发安全感的寻找认同 所以大家都变成一个模子出来的样子 其实品牌这个东西是一个行为被利用了 让大家变成是更容易去 你流行因为我们都是同一族的 所以我们可以最快的时间 省去掉了很多隔阂 很多需要去了解彼此的 因为现在都是一个素食文化 我们穿的一样 我们喜欢的一样 我们马上就可以变成做朋友了 而这样子的话反而缺乏了一个 其实更有趣的一个探讨 就是如何让 其实人应该是被赋予 你知道选择性的 而我们现在去放弃了我们的选择性 你懂我的意思吗 而大家都去为了在安全感的包装之下 去找到认同 这是产生的一个流行 那独立思维就没有了 你看不怕人笑话吗 如果自己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我发现很多中国人会觉得这穿出去 这样行吗 往往会被笑话 是因为你跟我不一样而被笑 这个东西是我并我觉得 当然我这个是站在一个稍微比较设计师 艺术家的一个思维在讲 但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商业 你知道商业阴谋论 对我而言 怎么讲 因为你讲到的这么多 你知道时尚大品牌 因为其实到最根究底的是 我们的消费行为 其实是被提供者所受限制了 因为可能很多消费者 并不知道原来是有这么多选择性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 而是市面上因为看到了这个好卖 那我们就大量的提供这个东西 而我们的选择性变少了 其实它是一个寻求认同的问题 大型的境界太高了 高到我估计他讲完你还是没听懂 没听懂 你来普及一下 我很了解他的意思 就是说因为大家寻求认同感 那个LV大家有认同感 爱马仕大家有认同感 因为知道这个是所谓的 奢侈品牌里面的最高端的东西 只要我拿这个东西 我好像忽然之间我就跃到了那样子的一个水平 但事实上它还存在真跟假 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像你刚才讲的 很多这些名牌的东西 它是有个历史背景的 它是符合就是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标签 跟你本身的标签 其实不尽然相同的 所以呢 我也我也不赞成 就是说一味的反消费 我其实我现在衣柜里面已经 我衣柜里还有20年前的东西 我是一个非常稀物的人我不丢东西的 我发现那些东西已经来回的 所谓的流行了好几轮了 已经流行好几轮了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够抓到这一两年流行的元素 你只要把那个元素放在你身上 你管它宽裤管窄裤管 因为它显你腿短 那我跟你讲其实裤子的长度 它长一点跟短一点 它有没有打折 你这里有没有打折 它是哪宽哪瘦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在乎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更花精神的是 去了解你自己这个人 适合什么样的东西 而不是要烧脑筋 我要再去买些什么东西 没错 你比如说我就刚琢磨过 你像我要穿大旗这样领子拉到这儿的 这个这叫什么呢 圆岭衫对吧 我这胸脯就显得肉太多了 你知道吗 它就是把它练结实一点 它就不合适 这不合适 而且像你说的20年前的衣服你都能穿 可我的身材不允许 到20年来我的腰围一直在变化 你知道吗 所以只能过去的穿不下了 胖了 但是事实上你现在的这个马 这个马甲的这个形象已经深入明星 人家很多人学着你穿的 你还你说这个我才想起了好久 上次我跟马家慧 你看马家慧也是人家香港认为 都衣着很好的一位人士 香港凭着个 那天我就说 我说马先生就说 我看你这个穿衣服怎么老那么合适 穿这个很窄的西装 看你这很合适 那我说我怎么老穿 你跟一草包似的呢 后来马家慧就跟我说 这样了 不要穿那个服装公司服装师给你找的衣服 自己去买两件贵一点的衬衫 看上去就不一样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问你啊 你们这个时装界 在杂志上一般说 比如说今年呢 是什么粉红色 今年流行粉红色 或者今年什么什么 那么这些信息是谁第一个说的呢 是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行业内大家都是朋友 大家都会有一种交流 那其实你要转到专业的话 其实他们有一种叫做forecast 那forecast就是它会有一个公司 它不是设计公司 但是它那边会提供所有 他们预测下一季 可能会出现的面料颜色方向 那他们是怎么去规划这个呢 其实大家聚在一起讨论 看到上一季的销售数字 然后跟之前的销售数字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个状况就是 往往流行是一个物极必反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去推敲 接下来会是什么 那很多设计师就会去像这种forecast 你知道就是说公司去询问说 接下来可能会是什么什么 然后大家交流之下 就会有一个比较类似的一个东西会出现 其实还有一个最上游的一个供应商 其实就是布商 布商它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例如就是不是说你天马行空的 你想做什么东西 不是每个设计师或者每个品牌 都有财力去定做那些布料 而是那些布料 布料商它可能你会发现 今年大量的流行什么 蕾丝 雪纺 还有羽毛就是那个鸵鸟毛 你会发现它无论是在婚纱上面 在平常的生活的服装 什么高级定做服 甚至于是那种很休闲的东西 它都会加这些元素进去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可能有几批布商 可能他们就觉得说 OK今年我们来做这一系列的东西 可能就会大量这样的东西出来 然后设计师在就着 有些东西当然他们自己去定做 有些东西他就觉得说 这个供应商今年出了这个东西相当不错 有蛮多的阴谋论在里面 到底谁来决定 谁来决定 就跟艺术圈一样 都说这话 谁手里 我宣布 是吧 我宣布今年你们怎么穿 穿你们都怎么穿吗 所以还是应该像大齐一样说的 我们应该要打倒他们 对 那我们应该都跟刘大师致敬才对 对 说不定刘大师在选定他要穿那一件之前 他可能已经试了无数种样子了 没错 到最后他才知道 这个是最适合的 而且你讲这个刘大师啊 还真是他这个这个讲究人 让我知道啊 这个名牌不能瞎穿 比如他就见过一个西方人 收集中国家里的东西 客厅里放着一个中国的木马桶 西方人不知道这是马桶啊 你像中国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反过来也一样 我们把西方的一个什么东西 放在我们家里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这个来历